各位早安,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公諒,我林梓彤 這個環節繼續我和Stanley在這裡 大家好 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你204656 問候你的專家意見或中文題電郵 去到ASK、BHC和WhatsApp9157128給我們 Facebook上也有直播 大家可以播放和分享影片有什麼問題 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又和大家看看市場 三天對七百多點,今天再對二百多點 差不多一千點了 暫時一萬8637點 國企指數是83點,6618點 大市成交490億 昨天見到明顯地成交有縮減的情況 今天其實差不多 但市場輕輕幾天又回到一千點 未打回原形 又這樣說 那樣東西 大家當天看到市場沖沖的時候 不要太過 太過 太過 太深紅 所以那時候 你說有沒有再衝 我才可以說 你有錢的時間 你便可能再衝上去 但好像你現在這一回合的成交量 都縮了 很明顯 又沒有太多力 是補本為上 對的 但我覺得依然很生氣自己 但為何這麼早走呢 多吃幾滾 都沒有 不過我沒有 我已經完全變成極度保守的計畫 還有很有趣 因為市場跌的關係 其實大家拿著這張開油 沒錯 完全沒有事 沒有了 我不是說極度保守嗎 他們可以的 是不是 所以為甚麼 為甚麼 就是那個位置 就是 設計算是 低市也好 升市也好 升市也好 可能未必說很受惠 但當你的市場比例是差 基本上一定會派人大市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這樣說 當你的市場不斷衝衝衝衝的時候 你覺得 為何我的市場那麼少 不是 因為它的性格不同 不是 這些是要練習 還有 看你本身的取態是怎樣 就是這樣不行 沒錯 沒有事 差不多沒有事 還有一升 還挺好笑 沒有 美國保持著 保護它 繼續高升 沒錯 它推到何時 11月還是9月 現在最新是12月 12月 是12月 最新的預測 等於它今次加一次 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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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應該 沒有 在下個月 鮑威爾 即聯署 他那個 叫做意識 先 那個意識會議 那個經濟展望 看看那件事是怎樣 真的 沒有調整 沒有調整 調整完氣 市場都回到1000點 調整 調整完氣 之前的過程 都說兩萬 兩萬二、兩萬三 這樣掃上去 有沒有機會 我真的沒有這樣說過 你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是很保守 我真的極度保守 那你覺得 調整完氣 可不可以走上去 調整完氣 再算 調整都可以調整很久 橫行 還有你現在 又去到那個位置 就是 你想想市場 我解釋要衝上去 你要靠些什麼 除非突然之間 落實 股息稅那件事 可以嗎 落實應該都會有些優惠 還有 另外一件事 你看成交量 何時突然之間 在大增之下 過市肯彈 是這件事 因為其實過去幾天的時間 反而 好像昨天為例 其實昨天的成交量 跟前日比 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1200、1300 甚至乎應該多了 縮一點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跌市之下 其實是有成交配合的 如果你說今天的時間 現在的成交量 應該比昨天多 我們剛開始做節目的時間 都是大概四百零 是充一些 現在都五百多 所以大家 小心點 楊太我貪 早兩天 三個七毫九 我沒有進去 沒有 這是看自己 有貨底 沒有什麼所謂 加 沒有什麼所謂 加 全部講BA 講藥股 藥股 藥股都很厲害 926 現在三成六 阿聰還說想買 想搏那些藥名系 之前 不是 有件事是充 我不知道是充 因為現在 在到尾 但是 若股 就是有這個 好像康芳這類的風險 突然之間 其實他 今早急插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太遺疑 因為若股 對於我來說 你說急插 都 還有你很少看這個版法 我真的不懂 其實那些版法 你不懂的話 其實你不看沒有損失 只不過 損失就是大家問的時候 我不會回答 但是 應該說沒有損失 因為 如果作為投資的時間 若果是最難掌握 除非 你本身有些醫學底 醫學底的話 我需要做醫生 就是這樣的情況 而且做一些生物科技 還會發達 BioTech 但是 但是 發生什麼事 今早早的時間 我真的完全沒有在意 但是 當日很多人不問我的時候 我又 覺得 好像 都做了功課 嘗試 周圍 用一些途徑問問 發生什麼事 應該就是 它有一種藥 就叫做重磅藥 可能 類似萬眾期望 很厲害的藥 應該 最新的 叫做R&E 那些臨床測試 那些臨床 那些數據 又差 所以又積隊 這些毛帶 今早早 我會 花心思去檢查 發生什麼事 因為 原來 那時候 大家 好像有個叫什麼 有個龍 龍心 之前有個朋友 有個人 好像 新城 有個很大的那個 算術 即是那些術數 剛那些術數 那些術數 那些 算命那些 我不知道 有個人 我知道 原來是他四大的 看好的股份之一 所以我 那時候想問 我的朋友 我先說 他要看好這隻 我先說 他要不要看他做工 他要看他發生什麼事 之前有Ibank 你說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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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一直看好車 好像是理想汽車 所以那時候 我才開始回憶 一兩隻 現在 不知道 有隻八三個都可以 但是 這些 看看他會不會再解話 因為我跟他真的沒有聯絡 所以我不知道 只不過這些藥股 大家真的 小心一點 因為康芳 其實拖到整批藥股 今天都跌得很厲害 是 當然 他那隻是什麼藥股 普遍還是那些 其實體驗都不太懂 癌 就是治什麼 癌 脫頭髮 也知道那個曲名叫什麼 AK112 好像是類似這些 我們上網搜尋一下 這支藥這樣說 AK112 好像是這樣 AK12 好像有些重榜藥 康芳重榜藥 即是重點投放 但公司未出通告 所以你說是否這件事 不知道 就是等到公司 最後出來的那個 才看 抗重瘤藥 都是抗癌藥 對 看看會不會之後 有些消息 這樣說 這樣 不知道 我真的不認識他 所以可以算數 大家 先留意一下消息 但是波音就沒有 波音就因為 因為他之前的時間 好像有些貨出給內地 好像又遲了 他自己應該有些消息 就是說 有這些 因為那個是CFO說 好像 生產又延遲了 第二位交機的狀況差 有機會令到他的現金流 就會變得負數 跟他的原先預測 就會很大出入 所以革命的時間 他又推了下來 但是 沒有的波音 不過價格也是 近這幾年的時間 他的價格很短 這隻都 但是如果你有 以一些 炒響美國的軍事概念 他都喜歡做相關的事情 也算可以說 這方面可能有些 衷勁 但是要買的話 不選波音 選一隻 LMT那個 嗯嗯嗯 好 看看 還有些什麼 剔除波音 換NVIDIA 不會的 CALVIN NVIDIA厲害 NVIDIA厲害 今天看看 昨天阿朱學 拿著出去做旅程 我拿出旅程嗎 好事 不會再看他那一個 啊 不是上很多 英國 當然 我也說了 不是上很多 一成 根本上你 衝一成而已 不是 不是 我昨天是69 但是沒有 為什麼 我都說一句 因為最主要是 你的價外 旗限又那麼近 那你那些 一定的那份感度極低 嘖 所以我會說 其實你買正Google 那不用買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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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些帆商要 加把勁 不是的 我覺得它出那個條款 真的有些問題 你沒有理由 其實你這麼 你說半年 另一年 半年期 你喝下股份 它當然要升五成 它是否因為想 不用經常出產品 但其實你不是要出 不是有缺點 你不然不會出 就是要說真的 你想一下 你出的東西 是想別人覺得 可以搏一下 是正的 但是你想一下 那些時間 我買來升9%的時候 你升一成 別玩了 沒錯 因為昨天 那個盤錢6% 我當你 那個價錢已經 六七 六七的時候 是你升了6% 就是我再升三個幾% 你再加上有槓桿 你不可能得9% 對 雙面真的算 不跟行 沒錯 這是一次 罵 加你這次 PE 低有9% 負債不高 長線收息 一般 Bicky 始終這一類 地產股 地產相關的 它有息高的原因 之下 應該是價格 過去這段時間 跌得厲害 所以變成 這些息高 能否儘管 都很亮 所以 你看看這一類板塊 其實很多隻都很高 但是這些 不特別吸引 所以不要 我暫時不見你做這件事 先進去 NVIDIA 我昨天也有看 盤錢 我已經立即 按定它 看看它升多少 都是6% 一開爆 一千零 不知幾 36 最低是1015 沒有 我沒有那麼低 我知道 因為那一開 我已經想著 它一開是103幾 我已經想著 不如102幾 不是102幾開的 我便覺得 102幾 鬆一點都買 怎樣才已經 完全 沒有看 我已經覺得 沒有人 已經覺得 算了 今晚有沒有機會 有貨 但我想加 真的想加 但今晚看它 肯不肯下一點 因為昨天 昨天 因為第一 前晚已經是夜睡 加上是超早起床 然後已經很適合睡 然後老婆說 你不要看 你睡得了嗎 是呀 我床樓樓超 所以 沒有 在12點1點睡覺 晚上我都沒有看 我看完盤錢就算了 因為我一邊看 我已經令頭 我一直說 一早的 再加住 四條狗 四條狗 衝上148元 升過四個 他昨天 要先下跌 但業績 我想出來 讓大家覺得 是OK 至少沒有上了那麼差 但你說 是否大家 會自然擔心這件事 息除了疑慮 應該沒有 我研究過跌些什麼 但我昨天的影片 有分享過這件事 我覺得你已經提了 所以 你應該突然知道 它發生什麼事 但是 沒有 如果你到這位 不欠預貨的話 你不妨再先 只要先 九江二六臨床數 它不及預期 是呀 那個數 即是有一段新聞 這樣說出來 但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 在公司 會否有更多資訊 和分享 昨天沽了MU 換了DELL 都合理 都合理 AIPC 你這樣算 都值得 我今天盯著聯想 我當然沒有理會聯想 我也有說 也不跌得多 現在很硬 楊竹的一般多 B會否有長毛危機 按道理就不會 按道理 因為本身 基本上 不管怎樣差也好 一定會有人救他 所以 應該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9926 算了 9626 不倒營 算了 9626 9626 借Bilibili 這份業績 我昨天立了眼 我已經不立了 因為為什麼 這份業績 這麼多年以來 都是賺錢 借賣 Bilibili 但是還有一件事 其實 它已經是 如果大家有印象 基本上每一次出業績之後 它會搞勵隊 因為業績 永遠都不會特別好 所以 它也是那個規 算是收窄 但是 不可以 所以 你剛才撞正 那個示範又差 你還沒有這些對眼 所以這些 不想理 NVIDIA 最後沒有加 沒有啊 我也是 衝啊 不是 我們想衝那一刻 當我心想衝的時候 打電話 那一刻又爆上去 可能看著103幾 你會厲害的 你 太久了 我已經完全覺得 算吧 那一刻 立即 立即 等著 轉頭再看 105幾 算了 昨天最高的內容是1061 1063 對 NVIDIA 是否可以完全利好日經 嗯 今天昨天 其實 怎麼說呢 因為它好的話 8035 就會升 看看8035 今天會升 那是東京電子 沒錯 那是 因為昨天 你可以說 其實真的 完全是升 即是 升芯片 叫NVIDIA 那類公司 其他 其他 反而美股那邊 很多都插下來 這是真的 今天東京電子 今天太天氣 應該都會升 跌一些 跌2.6% 這樣也會跌 反而日本 日本也跌得挺厲害 是 因為股股可以跟回 美股有些回頭 但沒有 日股都是大升大跌 這段時間都是 嗯 是呀 人家一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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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電力股吃藥感 哦 升 你昨天都說 整個產業鏈 全部一起起 沒錯 沒錯 但昨天DAO 真的一隻BA 可以拖到跌600多 沒關係 最主要是 因為大家都有些 講法 找一些原因出來說 就是 因為PMI初值 又比預期高 又怕減不減 怕減不減 會再延遲 所以 那就跌了 是這件事 不過昨天你說 其實 但回頭 其實 昨天DAO跌得很厲害 Lanstack 你看到 跌了都不太多 是 因為DAO 因為DAO 是很受權重 權重的影響 因為DAO 是很受 叫股價比較高的影響 所以你說 波音 其實大概 它的股價 170多元 不算特別高 所以其實它的影響力 是不是很大呢 其實不算是 只不過 那昨天跌了什麼 其實昨天都全面的 昨天都幾乎 基本上 幾乎都跌下來 那你 昨天 剛才聯合醫療的 那些全部都跌下去 所以 所以 昨天是 那些 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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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股會跌 但是 那些 這個叫做 S&P Lanstack 相比的話 影響力不算很大 因為 你本身 你DAO 是計這個 我叫做股價加權 我看看 可能 看看 哪隻跌最多 拖累最多 先看看 沒有啦 有些跌最多 三萬這個 金融股應該 不算跌得太多 它又 不算跌很多 不算跌 不過昨天 成文股裡面 全部都跌 可以說 跌得多 麥當勞這些 權力比較重 Salesforce 這些 還要拖一拖下去 嗯 覺得市場 要回多少 金金融 恆指 恆指 不過 現在看 那些走勢 應該都差不多 穿了一條 二十天線 不過 真是 再數下去 18點關 是啊 18點關 不過 沒有的 市場 去到18點 即是 由高位計 沒有二千點 說笑話 這樣好像太厲害了 說笑話 18000 因為市場是16000 升上來 19700 那是3700 你這樣計算的話 沒有了18000 即是沒有了1700 那就幾乎 沒有的 現在這樣計算 升市一半 你當調整的話 大概 去到18000 一跌大概到18000 應該開始有些支持 按道理就應該是 嗯 差不多 還有六百點 是啊 先看看 哈哈 輸球 算了 金金 還是休息一下 你放閃 不是 和貓 不是 什麼 沒有小事 很搞笑 沒有什麼 沒有你支持 沒有金金支持 是啊 立即輸球 算了 好啦 先看看金金 先休息一下 嗯嗯嗯 好啦 不是吃咖哩烏冬嗎 金金那晚 今天星期五 我的貓眼又落到九元 是啊 星期五 所有的市場這樣落 就不過夜了 短的 短的 真的要自己看路 最主要是因為 你見市場跌下來 現在這一回合 其實是科技股拉下來 但我今早看 其實ATM不算跌得多 現在開始跌了 現在未斷 現在開始跌了 現在開始跌了 36% 今天哪些 238那些呢 那些都跌了 一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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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真的厲害 完全升了 我真的不知道跌了什麼 但是波波這麼大 你想想現在67元 那時高位附近 現在沒有了7元 388和3690 值得可以想想 3690 6月6日才出業職 所以 所以 如果要投資 都值得想想 嗯 嗯 好了 這次跟大家聊到這裡 早點放你走 Sandy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好粉 都和大家參考 好 謝謝Sandy 這麼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